中国光刻机领域的发展如何? 中国真的无法研发出顶尖的光刻机吗? 难道光刻机比原子弹更难造? 中国光刻机领域又一次被国外嘲讽了 荷兰当地时间1月19号 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迈公司CEO温彼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不太可能独立复制出顶尖的光刻机数 因为阿斯迈依赖于不懈的创新 以及整合只有从非中国供应商处才能获得的零部件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中国的物理定律和我们这里一样 永远别那么绝对 他们可能会尝试的 中国光刻机领域的发展 确实因为科研水平不够的问题 一直处于国际落后的阶段 但阿斯迈这句 中国不太可能独立复制出顶尖的光刻机技术 还是让不少中国网友感到气愤 虽然其在最后打了个圆场说 永远别那么绝对 但这一副屈高零下的语气 非常明显地表达了 对中国光刻机领域的轻视 当然生气归生气 我们还是要好好分析一下 为什么阿斯迈能够说出 中国不太可能独立复制出顶尖的光刻技术 这句话有什么依据吗 中国光刻机领域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中国光刻机领域一直以来的发展如何 阿斯迈公司在光刻机领域 还确实具有强大的发言权 这是一家总部设在荷兰 爱因获芬的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 向全球复杂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提供领先的综合性关键设备 可以说阿斯迈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光刻机制造公司 在光刻机领域 阿斯迈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最了解 1月19号 阿斯迈正式宣布了2021年光刻机出货 营收以及EUV光刻机的最新消息 消息内容显示 2021年阿斯迈公司一共出台了286台光刻机设备 总营收为186亿欧元 相当于1240亿人民币 一家公司一年的营收可以达到如此大的数额 阿斯迈公司在光刻机领域的地位显而易见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阿斯迈公司还透露了最新升级版的EUV光刻的相关消息 阿斯迈公司表示 新一代的EUV光刻机拥有更高的NA值 其可以达到0.55数值孔径 数值孔径体现了光纤与光源的偶合效率 数值孔径越大 光刻机就可以实现更高的曝光效率 0.55的数值孔径 预计可以达到每小时200片以上 并且能够为更小的晶体管功能提供更高分辨率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阿斯迈公司已经与英特尔签订了 新一代EUV光刻机的订单 并且已经成功交付英特尔 而台积电和三星都还未取得新一代EUV光刻机的订单 专业人士分析一下 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 现有型号的EUV光刻机 已经能完全胜任3纳米芯片的研发和制造 所以三星与台积电并不着急 第二点可能是新一代的EUV光刻机产量有限 毕竟英特尔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三星和台积电只能在后面慢慢排队了 当然在美国的重压之下 再怎么排队也轮不到中国的 阿斯迈公司还表示 到2025年 新一代的EUV光刻机在综合性能和先进技术上都会有大跨度的升级 并将配备更为先进的HighNA技术 同时也加速EUV光刻机的产能 毕竟在两年内生产115台 阿斯迈公司光刻机领域技术发展迅速 也就意味着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光刻机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同时也让人们不禁发问 中国原子弹都能从无到有地制造出来 为什么一台光刻机却这么难 难道光刻机比原子弹还难造吗 其实如果真的从技术难度和供应力体系的角度来说 光刻机的制造确实要更难一点 尤其是先进高端的光刻机制造 这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体系和科研能力能够完成的事情 咱们先说说原子弹 原子弹制造理论和方法并不复杂 尤其是在上世纪世界各国纷纷造出原子弹之后 原子弹制造的方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毕竟释放核能比储存核能要简单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核武器分分为室 而可控核聚变目前在一个入门领域 相对来说 原子弹的制造没有过多的技术门槛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 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的学生 就凭借着图书馆的相关书籍 写出了400余页的制造核弹的方法 并且受到了原子核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可 声称这篇报告是目前最详细最全面的报告 原子弹制造的难点主要是核装置的设计和核燃料的提取上 这在一个国家整体的制造体系和科研能力面前 花时间攻克是早晚的事情 最近朝鲜不是经常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吗 加之伊朗也经常有核武器的新闻传出 这两个国家的制造水平肯定是不高的 相比中国更是相差甚远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愿意花时间和资金 原子弹的制造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难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光刻机就大不相同了 光刻技术也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 最关键的工艺步骤 耗时长成本高对精度要求极其严格 而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光刻缓解的核心设备 技术含量和价值含量非常高 这一个设备及系统就涉及到了精密光学 精密运动 精密物料运输 高精度微环境控制等多项先进技术 同时制造一台先进的光刻机需要克服很多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所需的光源功率 迟迟无法达到250瓦的工作效率需求和光学透镜 反射镜系统对于光学精度的要求极高 生产难度极大 那么既然光刻机制造难度如此大 为什么中国举国家之力都比不上一个荷兰的半导体公司呢 因为与其说中国面对的是荷兰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不如说面对的是集合了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所有芯片技术 单凭阿斯麦公司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生产出如此高精端的光刻机的 极端一点来说 阿斯麦公司就是一个高端的组装商家 虽然阿斯麦自己也掌握了不少的高精端技术 这么说夸张了一点 但这就是事实 其中核心供应商 美国有9家 日本有3家 德国有1家 欧洲国家的供应商更是数不胜数 这还只是核心供应商 如果算上非核心供应商 几乎包括了西方国家所有的工业国 就比如在镜头方面 阿斯麦需要德国蔡斯公司的供货支持 而在光源设备方面 则需要美国公司的支持 也就是说 中国要完全独立制造出高端的光刻机 对标的不是荷兰 不是美国 而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工业 这么一分析就很明显了 最尖端的光刻机汇聚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这些技术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够全部拥有 而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几项高精端技术 然后汇聚在一起 才能制造出高端的光刻机 仅凭目前中国高端制造水平的一国之力 还无法独立自主研制出高端光刻机 但中国一直如此 十几年前 许多国家嘲笑中国没有自己的战斗机 都用的苏式战机 然后中国自主研发制造出了歼20 之前国际上嘲笑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潜艇在哪 因为中国潜艇声音太大了 但现在中国潜艇的技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之前西方国家说中国没有航母 连印度都比不上 但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两艘航母 第三艘航母也即将未适 从历史上来看 无论是原子弹火箭航母战斗机 中国都一次又一次实现了 现在你说中国被光刻机拦住了 永远造不出来 抱歉 我不相信